柜台人员定期清销 端午假期 东流县后船是冷冷清清 只剩下在地人 疫情关系小琉球没有游客 连船班都减班 就连通往墾丁的水底辽路段 以往假期时每小时涌入2500台车流量 现在非常顺畅 车流现在已经降到了1000步左右 每小时降到了1000步左右 车流明显减少很多 差不多就平常日的那种量 没有假日的感觉 而至于墾丁大街 只有一两家摊商营业 连当地人都没看过这样冷清的景象 饭店入住率只有个位数 就连游客来吃也不方便 饭店油气设施以及墾丁沙滩 全都关闭希望史上最冷清的端午假期 能换来疫情的好消息 大爱新闻南部综合报导